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在內閣裡面還有那個惠於賴清德的詮釋 在土地徵收程序還沒完成之前 他就開始把藍鐵的土地動工 然後呢開始拆王子的赫成蛋 那除此之外當然還有現在11號要強拆大官12戶的李文中 以及站在非常多撫爛土地徵收案件的背後的張錦森 所以事實上我們看到今天的這個內閣 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破千內閣 我們也可以看到他在協商的過程 他雖然說都是以真心誠意來去跟住戶去作章的一個 喊派或者是說就是去傾聽人民的聲音 可是他們我們也看到李文中在對外的說明上面 他其實就已經有一個既定的立場 他就對外是提到說今天如果大官這邊沒辦法去執行拆除 那對於他之後的一個行政就是他行政校門要怎麼去做生長 以及今天如果沒辦法去拆除今天退府會儘管的所有土地都要經歷過這樣的一個一再又一再的個別協商跟抗政的話 那他們就沒辦法去處理這些他們儘管的一個土地問題 新潮流系的陳菊還有那個鄭文燦他們也進行了非常多的破千案 不剩美局今天新潮流他進一步掌握了中央的政權 所以我們擔心接下來賴清德他要推動的這個諸多的政策 包含前瞻政策他是一個綁裝的政策 到時候一定會勢必會造成更多的潛災難民 然後這些疑點交戶他們就說這些住戶都是自願點交 可是我們也知道今天這些住戶他們也都是被退府會以民事訴訟這種方式提起那個純正 就是寄出純正信函要求這些住戶去做搬遷以及遷讓 否則他們也即將要面臨到所謂的不當得利以及土地使用補償金這樣的一個經濟壓力 他們是迫使迫於這樣的一個經濟壓力 才被迫就是交出這樣的一個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建物 絕對不是現在都不會對外講到的說今天這些住戶都是自願點交的 這個地方這個地方現況是有住戶 好幾百戶工廠6000家工廠總共有468公頃 新北市政府想把我們當地居民全部都拆光光 來作為他炒房的計畫 因為新北市政府他自己認為 把這片土地拆光之後 就有6.6萬人 6萬6千人可以搬進來 新北市政府自己也認為 新北市現在的房價非常的高 所以需要以量自駕 於是他就預設立場要把外面這個地方打造成住商混合區 可是新北市已經有了領口A7 北大特區淡水新市鎮 新莊復都心 投錢籌劃區 造成空污率高達76% 我們一直都聽說賴清河當台南市長的時候 如何破千南鐵東移的居民 那樣的獨裁專斷藐視人權 破千對待南鐵居民的奧伯 不要用在全國人民的身上 我們航空城反破千聯盟 經過一番的努力 好不容易見到一線曙光 就是紅竹跟三塊錯剔除 可是航空城徵收範圍是3155公頃 剔除了紅竹跟三塊錯 127公頃還有3028公頃 所有地區還沒剔除 我希望新的內閣帶來新的希望 縮小航空城徵收範圍 他的房子被財團 利用政府的公權力把它淚斗 把它搶走之後 他現在的處境是什麼嗎 你看我這張圖片 這是他住的家 就是車屋 你看 車屋政府 你有看到嗎 你有看到嗎 沒有 我們看喔 一樣喔 賴清德一樣 就是像以前 在台南一樣 或是李文中 陳美玲 這些新內閣 根本就像以前一樣 根本沒有打算 要面對破千的居民 那我們請媒體 前面的媒體讓一讓 我們就直接進去 把這塊 封在破千的居民 送給賴清德 直接找賴清德 讓賴清德 全面協商 賴清德 不要被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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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全部抽到 123 123 中文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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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清德內閣上任第一場抗爭就是破簽議題 現在全台破簽議題依然泛濫 可以看到民進黨執政之後根本跟從前沒有什麼兩樣 一樣是在強拆破簽 那現在賴清德剛上任以前他總愛把破簽的問題推給中央 現在他就是中央 他還是一樣不願意出來面對全台的破簽議題 不願意面對南鐵黎明大寬溫宰盡 這些全台灣各個破簽議題的居民 我們將會抗爭到底 那另外我要預告9月17號 我們這些破簽團體會在民進黨黨部前面 再有一場行動 再有一場行動就要像這個依然是破簽氾濫 不願意面對人民一樣在踐踏人群 一樣在踐踏居住權的政府 一樣在踐踏人群的民進黨政府全面開戰